台湾邮政協会及花莲邮局为了善进企业回馈社会 特别在顺目年终之际捐赠一大批的生活物资 要给华山基金会花莲一战 希望可以照顾花莲室内独居长者来尽一份心理 邮务推车中堆满一箱箱的生活物资 并且在众人的合力下陆续被搬运上车 这些是花莲邮政協会为了建立中华邮政的公益形象 也唤起大宗对老无老以及人之老的爱心 18号上午特别协助花莲邮局办理的关怀独居长者物资捐赠活动 希望能帮助到华山基金会花莲站的招呼工作 台湾邮政協会跟花莲邮局长期以来关心社会公益 善进社会责任 那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 特别捐赠给华山基金会一批的物资 包括翻山白米还有洗碗精等等的物资 希望对我们花莲县内的独居长者 跟弱势的长者 善进了一份社会的责任 能让他们得到温暖 而这些物资当中包含了40包的白米 以及上百份的盥洗清洁用品 让在防疫期间募资募款 都相对困难的华山基金会来说 就像是一场即时雨 因为肺炎这个关系 所以导致很多不管是民众还是一些商店 他们在整个营收都下降的情况下 然后会捐助的一个数量也大额的下降 然后自从就是这礼拜而收到这个 有许要在今天 然后提供我们的独居长者 然后这样一个生活的必需品 像是洗碗精 还有一些沐浴乳这些 让长辈能够在经济上 都能够得到一些帮助这样子 我们就是会协助我们就是花联 这边大概110位花联市的一些长者这样子 在岁末年中之前 台湾邮政协会及花联邮局 捐赠给华山基金会 花联站一大批的民生用品 就是希望长者们 在接受专业优质的服务之余 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希望能将温暖传递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记者徐立琴 花联市报导